总统蔡英文同庆之旅 台北时间14号抵达南美洲友邦巴拉圭 巴拉圭礼宾演唱八国国歌 以及中华民国国歌来迎接蔡总统 当地侨胞以热情口号迎宾 巴拉圭中正学校的学生也高唱欢迎歌 欢迎 欢迎欢迎 总统下飞机第一站前往台八科技大学 先修班的开课仪式 与即将卸任的巴拉圭总统卡提斯 共同见证台八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成果 台八科技大学是台湾在巴拉圭 新建专责培育工程和技职人才的大学 2019年3月渴望正式开学 台科大校长廖庆荣指出 有把握最多15年 让这所大学成为中南美洲最好的科技大学 此外蔡总统也会见巴拉圭台湾技术团成员 宣布明年起调生补助 驻外技术人员的子女教育和房租 随后也参观淡水白昌鱼苗养殖技术成果 以及兰花产业的发展 在总统晚间和巴拉圭总统当选人阿布朵双边会谈 双方会晤约一个小时 驻巴拉圭大使周琳转述 阿布朵在会中表示会继续强化彼此关系 此外阿布朵接受蔡总统邀请将在10月来台国式访问 并指示巴国外交部研议双方未来合作计划的具体细节 期盼能提升巴国经济 强化双方友好关系